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组合选项都在讲你什么为主 A讲荣菌酶 B讲白蛋白 C讲本周蛋白 B讲IGA E讲贝塔尔微球蛋白 这个题正确答案是B选项白蛋白 选择性蛋白一样就说明了 这个患者肾小球基底膜损伤的病毒特别严重 所以说只有小分子的白蛋白可以滤出 这答案选的是B 多鉴于无一小病变形肾病和肠症病早期 记忆方法呢 都可以记为选择小块白糖 选择小块白糖 意思就是它是个白蛋白为主的 白蛋白为主的 C选项 本周蛋白都建议多发行骨髓瘤 这个C选项 您要关注一下 本周蛋白高 多提示呢 多发行骨髓瘤 多发行骨髓瘤 这是关于呢 第一题 我们看第二题 少尿是指尿量少于多少 关于尿的问题呢 大家记住这样三个数字 少尿少于400毫升 无尿少于100毫升 多尿大于2500毫升 这三个数字 大家要掌握 因此答案呢 选的是一选项 少于400 少尿 少于100 无尿 大于2500 叫多尿 叫多尿 这是呢 第二题 我们看第三题 中年以上 发生间歇无痛症状原血尿 您高度怀疑 什么 只要看到间歇无痛热热血尿 首先想的就是 泌尿系的恶性动物 最常见 糖光癌 其次呢 肾癌和肾瘀癌 因此呢 答案选的是 D选项 A选项 泌尿系的炎症 首先要出现什么样 尿贫尿急尿痛 B选项 命要去结合 主要症状呢 也是膀胱四肌症状 点击表现呢 症状在膀胱 病变在肾脏 C选项 结石 上尿的结石是活动后的疼痛加血尿 如果是膀胱及时呢 它的表现是 和体位有关的 这个 排尿困难 比如说呢 这个 突发排尿困难 体位变发以后 可以继续排尿 这是关于呢 结石 畸形呢 就很少见 这种了解 那这呢 我就不多提醒 答案呢 是递选项 我们看第四题 血尿 担有膀胱四肌症的 常见于什么疾病 首先呢 我们看 A 急性肾瘾肾炎 急性肾瘾肾炎 肾瘾肾炎 它们典型表现呢 是全身的症状 和膀胱四肌症同时出现 也就是出现发烧 出现发热 出现腰痛 同时出现白细胞升高 是全症状 同时呢 出现尿贫 尿尿痛 血尿少进 因此A不对 B选项 血尿是很常见的 但是呢 膀胱四育症 一般没有 C选项 膀胱肿瘤 也是以血尿为主 膀胱四育症呢 可以出现 但一般比较晚 B选项 急性前线炎 它更多呢 也会出现 尿贫尿 尿急尿痛 其实更多呢 不出现排尿困难 但是呢 血尿少进 因此呢 这四题 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 一选项 急性膀胱炎 膀胱炎 膀胱结核 膀胱结树等等 这答案呢 是E选项 我们看一下 这五题 35岁男性 半年来出现尿频 婚姻部 隐突不适 逆诊为 滥性前线炎 现在结果 哪一项 就诊断于一 A选项 前线 培养是阴性的 阴性就没有任何意义 是不是 B选项 至上之间 可触及前线 阶级 阶级的出现 可能是前线线的 增生 也可能出现 癌 因此呢 和严正关系不大 C选项 尿常规 每高位 二到四个白细胞 实际上呢 C选项 应该说是正常人 我们知道呢 尿常规里边 每高位 大于等于五个 白细胞的 才有严肠意义 就是呢 每高位 有五个以上白细胞 提示 泌尿性 感染 地选项 B超检查 前线线 肺膜增厚 肺膜增厚 肺膜增厚呢 提示 可能是一个增生 因此呢 也没关系 其实不会做 这个题呢 排除法 也知道应该选 异选项 前线 也常规检查 每高倍 白细胞 二十到三十个 暖力 这个 临职胆碱小体 减少 这是呢 正确答案 一般来讲呢 超过十个 每高倍 并且 临职胆碱小体 减少 歧视的就是 慢性 前线炎 这个题呢 答案选一 这个数字 大家需要记住 大约五个以上 歧视感染 大约十个以上 考虑呢 慢性 前线炎 当然还要结合一下 卵磷脂小体的减少 这个题呢 答案就出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章 尿路梗组 这章也是 报告 泌尿的一个主义专业 需要掌握 这个内容呢 大家需要关注一下 第一题 哪一项 不是动力性 面积梗组的 主要原因 问的是 不是动力性的 不是动力性 那可能就是什么性呢 不是动力性 可能就是什么呀 就是呢 机械性 机械性 我们看A 复用atopy 复用atopy 是动力性的 动力不足 是不是 B选项 低甲高热 也是动力性的 C选项 腰麻 和直肠 钢管伤术后 由于麻醉 由于疼痛 也是一个动力性的 D选项 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的 疾病 和神经有关的 一般都是动力性的 你看C 和麻醉有关 麻醉会抑制神经传导 因此这个题呢 C和D是同意的 正确答案呢 就是E 前线增生 它引起的是一个机械性根据 所以答案呢 应该选择是E选项 啊 前线增生也好 结石也好 甚至包括呢 手术后的 狭窄也好 都属于机械性根据 而 给予药物 麻醉 手术 神经损伤 低加血症 等等等等 都属于动力性 所以这个题呢 答案选择是E选项 下面看看呢 第二题 前线增生的早期表现是什么 这个题问得是早期表现 不是典型表现 这个题很简单 但是呢 如果你不注意 就可能选粗 早期选尿瓶 如果说典型 典型选排尿困难 说典型也好 说这个特征表现也好 应该答排尿困难 所以这个题呢 总体答案选 C 才尿困难 其他两个选项 很提算无关 我们看第三题 判断前线大小 交准确的方法是什么 哪个方法呢 判断前线大小 至于准确 A是直腔直解 B是膀胱镜 C是残尿量 侧病 D呢 是地超 E是膀胱造影 膀胱造影 这个题呢 判定大小的 判定大小 肯定选哪一个 肯定选第一选项 超生 我们知道超生的几点结果 能够告诉你 这个藏气是多大多大 几乘以几 几乘以几 往往呢 用毫米来表示 比如说55乘以33毫米 比较精确 直上直解 只能摸个大概 因此呢 不准确 膀胱镜检查 从里面看 是看不到大小的 残尿量测定 只能反映 只能反映 这个尿株流的情况 残尿量测定 只能判定 梗组的程度 因此呢 不能判定大小 膀胱造影是看膀胱的 残尿线关系不大 因此呢 答案选的是 第一选项 超生 超生 一般呢 在医院都是做超生 进行检查的 我们看一下第四题 残尿线综生症状 与以下哪项无关 症状与梗组程度 肯定有关系 有关系没有 肯定有 因此NA肯定有关系 我们看一下 B 鼻尿机病变 有关系 鼻尿机如果说功能不良 就会出现排尿困难 我们知道人能够排尿 很关键一步呢 就是膀胱B尿机的功能 因此B也有关系 C 膀胱出口梗组 那当然了 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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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选项 残尿线α1AR受体减少 这个有没有关系 大家想想看 我们知道呢 残尿线增生的病人 可以选择什么药物 α1受体结抗剂 就说明了 残尿线增生病人的症状 与α1受体增多有关系 当然了 减少就没有关系 正好说反了 问的是无关 而D选项正好说反了 不是受体减少 受体减少 就不出现症状 因此D也没关系 D是没关系 其中间其大小 其大小关系 有关系但并不是最密切 最密切的是梗组的程度 当然一般来讲呢 体减大了 梗组程度一般会相对重一些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个题的D和E相比 E D选项正好是说反了 因此 这个题答案呢 应该选择是 D选项 第四题选D选项 我们看第五题 有关瘤尿系梗组的病因 哪项描述是错误的 错误的 A选项 你看就是正确的 老爷男性 马上想 现在就增生 B选项 女性常常出入梗组 与盆腔疾病有关系 正确 比如说盆腔肿瘤占胃 说是盆腔炎症的年龄有关系 C选项 常常出口的梗组的原因呢 最可能为常光静的梗组 这个C选项呢 也是正确的 B选项 是小管梗组 属于密尿系梗组范畴 我们看A B C E 都是宏观的梗组 第一选项呢 肾小管梗组 肾小管属于 肾单位 它是个微观结构 因此呢 肾小管梗组 它不是密尿系梗组范畴 密尿系梗组的范畴 则是宏观的梗组 比如说输尿管梗组 膀光梗组 就是让尿道梗组等等的 因此呢 这个D选项 说的和A B C E 都不是一个频道 A B C E 是宏观的 而D呢 是未观的 因此 错的是 D选项 因此选D D6体 能够明确 肾肌水的部位 程度 梗组部位 以及尿流排泄的情况 首选什么检查 讲到四个方面 第一是 肾肌水部位 第二是 肌水程度 第三呢 梗组部位 第四呢 排泄情况 你看B和 你想A和C A和C是影像学 一个B超 一个CP 它不能看排泄的情况 要想看排泄情况 必须做造影 造影 应该首选哪一个造影呢 应该首选的是 IV用 叫静脉尿流造影 第六题呢 答案是B 静脉尿流造影 因为说起 IV用 IV用 静脉尿流造影 又叫排泄性尿流造影 你想 这个D选项 适应于穿刺造影 它是个有创检查 逆选项 逆行尿流造影 是静脉尿流造影的 一个替补 经常说 静脉尿流造影 效果不好的时候 可以选择逆行尿流造影 因此D和E呢 作为备选答案 不是这一家答案 因此答案是B选项 还未用 静脉尿流造影 A和C 不能看排泄程度 因此 作为答案不符 这是呢 第六题 我们看一下第七题 老年男性 排尿困难五年 尿先细 射程短 排尿时间延长 一天前 突发不能自行排尿 下福 胀痛男人 应该怎么处理 通过这个提案描述 大家脑海中 马上动出一个概念 就是呢 陈陷增生 并且 一天前呢 应该是出现尿注流 那这个时候呢 怎么处理呢 近期处理 主要考导尿 远期处理 靠手术 因此 他问的问题是 应该首先怎么操作 首先 那首先就是导尿 活人不能让尿憋子 这答案是 第一显向 首先是导尿 好 我们看第八题 它是个雇用体干体 老年男性 尿疾 尿疾五年 进一来出现排尿困难 排尿迟缓 大家一看呢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个前列增生 往下看 五年前出现两次尿道梗塞 治疗后 症状明显改善 目前除了 尿疾五年 没有其他明显后遗症 第一位 该病人 手诊时 吸收的检查 不包括呢 第一选项 直肠直剑 需要 我们知道呢 直肠直剑 主要诊断两个病 一个是内线增生 一个是直肠癌 当然其他的也有 比如说呢 这个 内治啊 症状 症状啊 包括盆腔 笼痘啊 等等都可以 但是呢 最主要两个地方用 一个前列增生 一个是直肠癌 因此A可就是正确 B 尿流率 确定 梗塑程度 B选项 是正确的 尿流率 测定 主要判定梗塑程度 主要判定呢 该怎么治疗 是手术 还是呢 高度治疗 C选项 前列腺 特性抗原 英文缩写 PSA 实际上呢 就是判排除一下 有没有癌症 前列腺癌 因此 是正确的 D和E选项 D 膀胱镜检查 了解先线大小 E选项 经直肠膀胱检查 D和E相比 膀胱镜检查 前列腺 没有任何意义 是不需要的 D是错误的 E经直肠膀检查 这个呢 也可以做 也可以做 但是呢 膀胱镜 肯定不需要 并且呢 操作困难 大家想想看 膀胱镜 需要用尿道进入 很可能呢 操作困难 并且呢 没有太大价值 这答案呢 是D选项 第二问 该病人尿流率检查 四次 尿量均在 70到100之间 尿流率 每秒 每秒8毫升 处理方法 最合理的是哪一个 A呢 再次复查 尿量在 150毫升以上 B 参考 现在尿有样 C 留置气囊尿管 注入150毫升盐水 再拔出尿管 行尿流率检查 D 加低病人尿管 憋住150毫升后 再行尿流率检查 E选项 经尿管直接注入150毫升盐水 马上 经行尿流率检查 这个题呢 正确答案应该是 A选项 再次复查尿流率 尿量要求在150毫升以上 因为尿流率 与尿量多少是有关系的 因此检查这个指标的时候呢 必须保证 尿量在150毫升以上 才可以 否则呢 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这CDE CDE 他所讲的 他们他所讲的 都并不是很准确 很准确的方法 就是A 也是最合理的 因此呢 答案选的是A选项 我们看第三问 不要明确病人 有些那些增生所致的排尿困难 最好进行的一项检查是什么 就看看呢 使用于增生所引起的排尿困难 应该最好做什么检查 A选项 A选项是排除肿炉的 B选项呢 只能检查到前提性的大小形状 也不能判定呢 使用增生所引起的排尿困难 C选项 尿动力学检查 这个题呢 C选项是正确的 尿动力学检查 D 肾图或者 肾动图扫描 这个呢 也不是最好答案 E选项 穿刺活检 那笔药 穿刺活检的目的 主要是排除肿瘤的 并不能判定有无增生 因此的答案 最佳的是C选项 C选项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章 泌尿系的畸形 这份内容呢 也是报告 泌尿系的组织专业的 需要掌握 需要掌握 我们看一下 第一题 营稿的简便 解答方法是什么 这个题呢 大家要仔细顺提 题目很简单 但是不一定能做对 营稿的简便 检查方法 是什么 这个题 如果神器不轻的话 可能会选D D套 其实呢 正确答案是A T 为什么 如果你检查发现呢 患者 阴囊里没有搞完 对不对 没有搞完 比如说或者呢 我们在复古区 我们查到了搞完 那这个时候呢 就提示是营稿证 因为问的是简便的方法 应该选A 如果改一下题诈 营稿的确诊首选什么 首选B超 首选B超 就这个题呢 你要仔细选题 就答案选的是A选项 什么时间选C 什么时间选D呢 就是 确诊的时候 应该选B头 第二题 一个包皮浅证三天 一个化儿呢 包皮浅证了三天 硬镜头出现轻子 包皮明显水肿 浴血 紧急处理 应该选哪一个 大家一看呢 这就是一个比较紧急的情况 严重时呢 可能会发生阴静坏死 因此我们看看 紧急处理 应该选哪一个 A 那药物控制感染 你看是错误的 B呢 实行手法包皮浮卫 在这个情况下 不可能浮卫 因此B也不正确 这个问题呢 有点类似膳器 浮卫膳的时候 药强浮卫 一定不能坏死 是不是这样 并能切除时间 应该不超过四个小时 而目前呢 时间已经很长了 不能实行浮卫部位 C想象 包皮浅证环切开 D 包皮水肿部位 参次抽水 这个D呢 肯定是不对的 C和E 一个是浅能环的切除 切开 一个是包皮环切除 包皮环切 需要在并行稳定式进行 目前呢 不应该行包皮环切除 包皮环切 需要在延正消退时进行 现在呢 肯定不能做包皮环切除 一次答案呢 这个意识不对的 正确答案是C 包皮浅度环切开 这是第三题 我们看第四题 我们看第三题 导致先天性 顺于输尿管连接部 就是UPG梗组的原因 哪个最常见 看清楚了 是先天性因素 就不能选后天性 你想A结石 E结核 都是后天性 问的是先天性 并且问的是常见原因 这个题呢 正确答案应该是B 管腔内的狭窄 这是呢 造成先天性 甚于输尿管连接部 龙组的常见原因 这个题呢 正确答案是B选项 好 现在看第四题 男性一岁 双侧引稿 问最佳治疗方案是谁 由于呢 它是一岁的话 双侧引稿 我们想想看 引稿症该怎么治 如果在一岁之内的 比如说三四个月 半年发现的 可以期待疗法 必要时 必要时嘛 这个用激素 当然了 用激素一般呢 这个用的是 如毛毛粗性性激素 一般来讲 一岁之内 都可以期待疗法 是不是 记得吗 一岁以上呢 可以用激素 激素无效 我们需要呢 做手术 做手术 问题是最佳治疗 应该呢 把这个治疗方案呢 全部说清楚 你看A 等待自发下降 不行 B呢 先用激素 那后面用什么呢 它没说 因此B呢 多了自己假答案 C D 都是先用激素 但是后期不一样 无效是怎么处理 找青春期手术是不可能的 因为呢 银铐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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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ek 如果还没有治疗呢 睾丸是要切除的 因为呢 引睾症容易发 容易产生这个睾丸癌 所以说呢 这个不可能不到青春期手术 超过两岁的 一般都要切除了 所以一岁呢 先用激素 无效呢 应该行睾丸松解固定 就是把睾丸呢 从破过去 甚至呢 从腹腔内拉下来进行固定 固定 一选项 立即做松解固定 这个一也不对 应该是先用激素治疗 无效时松解固定 把第一选项 这个激素 什么激素 绒王膜出性腺激素 英文缩写叫什么呢 HC HCG HCG 绒王膜出性腺激素 HCG HCG 第五题 是个B型题 一共的四个题目 我们看一下 第一题 多囊肾 B 输尿管 意味开口 C选项 睾丸 翘末基因 D选项 引睾 这四个题呢 分别对于哪一个 答案 首先看多囊肾 多囊肾 多囊肾 一般呢 双次 它这个遗传性疾病 两次肾脏同时受影响 多囊肾 难道肯定肾脏变大了 就是这样 你包括 多囊肾 会出现肾功能 因此 我们的第一小题 答案选C 第二小题 输尿管意味开口 我们说输尿管开口 有膀胱 输尿管进入膀胱 从膀胱进入尿道 而意味开口呢 就意味着输尿管的开口 可能在膀胱 也可能直接开口于尿道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能出现漏尿的情况 漏尿的情况 你想想看 开口移味了 是不是 这个时候呢 就是漏尿的问题 但是尿也是可以排除体外的 因此呢 答案选的是 A选项 第三小题 港湾跳磨肌液 缠到肌液 就马上想 肌液是同样的 因此 透光实验阳性 港湾跳磨肌液 那一拿总大 一般呢 高原生能报的 答案呢 应该选择是B 那引稿呢 引稿是摸不着的 就是啊 一拿呢 也没有稿完 顾应思议叫引稿 因此呢 选择是B选项 正发性高血压 B选项 建议什么呢 适割细胞瘤 我们后面讲 正发性高血压 多建于 适割细胞瘤 适割细胞瘤 好 答案呢 分别是 C A B E C A B E 接下来看一下第四章 泌尿息的损伤 简直泌尿损伤 这章呢 也是报告 泌尿液和组织专业的 需要掌握的 我们看一下第一题 不能作为膀胱损伤的 诊断依据是哪一个 诊断膀胱损伤 比如第一个病史 我们看A A就是病史 由B核心服务损伤病史 出现腹痛啊 血尿 可能困难等等 A呢是可以的 B 倒尿膀胱空区 仅少量尿液 注射内盐水 突出液 少于注水 这个B选项呢 其实就是一个膀胱注水实验 注的水 假设是300毫升 出了200毫升 就提示膀胱漏了 破了 C选项 腹腔穿刺 抽出液 进行尿蛋和鸡干测定 如果抽的结果 一测定 尿蛋比较高 鸡干比较高 所以进行尿液 你当然了可以提示膀胱 投入 D选项 B潮检查 下腹部有液型暗躯 这个不一定 D选项不一定 液型暗躯只能提示了 有液体 不能证明是尿液 尿液 也可能是血液 也可能是农液 都有可能 因此呢 这个D选项 是不对的 D选项 导尿管注入造成剂 膀胱造影 那肯定是正确的 如果造成剂外泄 就提示膀胱损伤 所以答案呢 是D选项 D选项 我们看第二题 哪种检查 不适用于肾损伤 A 大几点静脉 肾余造影 B选项 逆行妙动造影 C选项 对调检查 D选项 CT检查 D选项 E选项 肾动来检查 这个题呢 无理解是不适合于什么 肾损伤 这个题的C和D 一看都适合 因为C和D是无创的 无创检查 影像以来无创 因此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的 A 大剂量静脉 肾余造影 是通过静脉途径 来进行造影的 因此呢 也是可以的 B 逆行尿漏造影 这个不可以 尿漏造影 逆行造影 是通过 通过 倒尿管 膀胱 倒回来做 因此 逆行尿造影 有可能出现 感染的通行 所以B呢 是不适合做的 E选项 肾动来检查 肾脏损伤 如果比较严重时 我们可以做 肾动脉造影 所以E呢 也是可以的 不适合的 就是B选项 B选项 B选项 有可能会引起 感染 因此呢 要慎重 要慎重 第三题 肾损伤 非手术治疗的 说法 不正确的哪一个 问的是不正确 它差的 是不是 A 抗修课 肯定没问题 B 密切观察 肯定没问题 C 应用止血剂 致通药 和镇静剂 这个也是可以的 D 抗肝炎治疗 可以 E 血尿减清后 进行下降活动 这个错了 我们知道呢 肾损伤 要求呢 绝对卧床 二到四中 被下床 两三个月之内呢 是不能从事 重体劳动的 它的目的 都是为了防止出去 所以说 第一 所以说E选项呢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减轻后下床 停止后 也不一定能下床 减轻呢 就更不用提了 在这个地方 重点 记得是数字 卧床休息时间 是二到四周 两三个月内 是不能从事重体劳动的 这答案呢 是一选项 好 我们看一下 第四题 肾损伤以后 为判定损伤的部位 程度 有无尿外肾 以及对侧肾的情况 条件允许时 应该首选 做什么检查 大家呢 仔细把这个题目 审清楚 它要判定 损伤的部位 损伤的程度 有无尿外肾 以及对侧肾功能 这个时候呢 尤其是了解 尿外肾的情况 那一定需要做造影 做什么造影呢 肯定是做 静外肾余造影 又叫静外尿路造影 一文缩写叫AVU 因此答案呢 选择是E选项 E选项 这个题呢 你要知道 B和C 是影像学检查 它看不了尿外肾 是不是呢 这份答案呢 只能选择是C E选项 我们看第五题 第五题呢 是五十岁女性 因宫颈癌 行子宫全切手术 术后当日无尿 术中出血量不多 术前肾功能正常 因此时呢 最可能的诊断是什么 一个老年女性 做子宫手术 当天无尿 当天无尿呢 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 就是呢 血量不足 而她讲呢 出血不多 就排除了血量不足 那为什么出血无尿呢 很有可能就是呢 术中 双侧术尿管被戒扎了 这种情况呢 在理想上比较 应该说呢 并不是很多戒 但是呢 特别助理 术尿管损伤 大多是医院性损伤 一般和手术有关系 在做呢 疼腔手术的时候 比如说宫颈癌 直肠癌的时候 一不小心 就可能误伤 或者误扎 术尿管 当然呢 术后就没有尿力 这答案呢 应该是 递选性 递选性 并且呢 术前性不能正常 所以不可能考虑 顺衰竭 最可能呢 就是误扎了 术尿管 第六题 五十岁的男性 膝胯在树干上 婚姻不受伤 典型气胯伤 伤后排尿困难 及尿逐流 会阴部 阴囊肿胀 预斑 反应剧痛 可能性最大的诊断 是什么 通过这个题目描述呢 大家很容易想到 气胯伤 容易损伤球部 球部 简称气球 简称气球 因此呢 只可能选来一个 逼选项 尿到球部的损伤 球部损伤 属于前药道损伤 那磨不损伤 最可能是 骨痕骨折 所以说呢 C和E 往往同时存在 七跨伤 和球部损伤 同时存在 因此这个题呢 选得是 B选项 第七题 二十五岁男性 互因七跨伤 与栏杆上 立即出现 咽到过低血 之后呢 不能排尿 发生尿逐流 查体 会阴部阴静 和阴郎 明前肿胀 初步诊断是什么 这个题呢 和前面这个题 是非常相似的 七跨伤 最可能伤及的是 球部 球部属于前尿道 意思这个题呢 是选A 还是选B 我们前面讲 讲到过类似的例子 就是说呢 一个题目呢 有两个选项 都可以选的时候 你要仔细考虑 出其老子的意思 A选项呢 它是个大范围 前尿道 包括球部和阴静部 相对应呢 后尿道 包括膜部和前线部 因此 将其跨伤 伤及的部位 就是球部 因此呢 这个题呢 答案应该选B 选B A呢 并不是最佳答案 我们看插体 会因阴静和阴郎 明显肿胀 这个点容易被考到 怎么出题呢 它问你 球部尿道损伤 病人呢 在什么地方会出现尿液外肾 尿道球部属于前尿道 尿液外肾 一般在哪里 在 盆腔预管 在会阴部 在阴静 在阴郎 这些部位 这答案呢 应该选择 B选项 第二位 它已经告诉我们了 诊断为球部断裂 没有尿液外肾 应该做哪些检查 哪些处理 这个题呢 它已经讲了 球部断裂了 断裂了 不可能插尿管 断裂了 不可能插尿管 需不需要做造口呢 应该说呢 需要 但是呢 有比造口 更紧急地处理 紧急处理 因为你看一看 会阴部和阴静 阴郎明显肿胀 这个肿胀 要么是血肿 要么是尿液进去 而它讲了 没有液外肾 那个地方肿胀 就可能是血肿 同时呢 尿道又断裂 应该做尿道文化手术 因此这个题呢 答案应该是 第一选项 会阴 会阴血肿的清除 同时加上一个 尿道断裂的吻合 就是呢 这个第二问 第二问 我们看第三问 术后三周出现排尿困难 尿线变细 应该如何处理 大家想想看 术后三周出现这种情况 什么原因 要考虑呢 术后控发症 尿道狭窄 那毫无意味呢 尿道狭窄的时候 应该进行呢 尿道扩张 用尿道扩张器 进行定时的尿道扩张 因此第三题呢 A显向正确 B显向 尿道会失术 它是一个 后尿道的手术 尿道会失术 是后尿道损失的 一个手术方式 因此呢 B是不正确的 C经会音部 尿道切除吻合 这个呢 已经吻合过了 是不是 因此呢 这个C也不对 B经尿道静 狭窄切除手术 D选项是对的 当然呢 先进行扩张 无效后 可以进行狭窄切除手术 因此呢 这个 D呢 暂时是不对的 E呢 膀胱造口 现在不需要 现在需要的就是呢 进行尿道扩张 答案选A 第四个 该患者行 会因血证清除 加尿道 吻合数三中 大家看 这个题呢 其实已经把手术方式 有同复了一遍 就证明了 第二题就应该选哪一个呀 血证清除 加尿道的端端磁合手术 拔出尿管后 自行排尿 但是不久呢 出现手术切口的疼痛 逐渐出现 会因不伤口漏尿 可能原因是什么 切口疼痛 会因不伤口漏尿 其是什么 是什么 A 我和口愈合不佳 B 伤口白染 C 我和口远端狭窄 D 尿路白染 A 合不佳尿道直肠 罗 因为这个题呢 讲的最多的 就是手术切口的疼痛 会因伤口漏尿 说明了 考虑很可能 就是一个伤口的感染 伤口感染 这答案呢 应该是B选项 这是呢 第七题 下面看第八题 第八题是B型题 一共五个题 五个小题 一共五个选项 五个小题 我们看 第一题 七跨伤多引起什么 我们翻译课讲 七跨伤多引起球部损伤 被答案了 应该想B 第二个小题 骨奔骨折多引起什么 骨奔骨折 引起膜部损伤 简称了气球膜部 第一题是气球 第二题是蘑菇 第三题呢 妇科和直肠手术 多引起什么 我们刚才有个题目 就是一个子宫切割手术 所以说 它引起的问题是 输尿管的损伤 医院已经损伤 因此呢 答案选了B 第四题 憋尿时下腹部 被剃伤多引起什么 憋尿 歧视 膀胱 有尿液 增多 下腹部 被剃下腹部 膀胱呢 就可能出现损伤 因此呢 答案选的是C 憋尿 其实膀胱充盈 下腹被剃 可能会损伤膀胱 可能膀胱损伤 第二题 腰骨扭伤 腰骨扭挫伤 多引起什么 一说腰 我们还想什么脏气 肾脏 因此呢 答案是一选项 五个题 答案分别是呢 BADCE BADCE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五章 腻尿难生气感染 这一节呢 也是报告腻尿主制的 去掌握的 我们首先看第一题 尿培养检查的尿标本采集后 处理的时间是多长时间之内 大家看呢 24680 我们都知道 标本处理原则上越早越好 因此呢 对于这个试题呢 你即使没有印象 这个数字是多少 你可以大胆猜测 这个题呢 选什么 这个题 正确答案应该是 A选项 两小时之内 大家可以想想看 标本呢 采集以后 时间长了 就可能被污染 是不是啊 或者成分了 发生改变 这答案呢 只可能选A选项 这个题呢 是个常识性问题 大家需要找 下面看看呢 第二题 24岁男性 患急性扁桃体炎 五天 突发含战高热 尿瓶 尿急 尿痛 灰阴部出现疼痛 肯尿困难 能考虑的诊断是什么 男性出现扁桃体炎 扁桃体炎是个细菌感染 最可能细菌呢 容血利用灵感染 突发含战高热 尿皮尿急 至这个目前的情况呢 给扁桃体炎 可能是有关系 问您 应诊断为什么 出现了会音部的疼痛 排尿困难 这八个字 就排除了A 因为肾与肾炎 不可能出现 恢复疼痛 可不要困难 不要困难 激情搞完炎 不出现排尿困难 这个题呢 大家看一看 应该选哪个合适 选哪个答案合适 是膀胱炎 是尿道炎 膀胱炎 一般没有全人症状 因此也不太像膀胱炎 是尿道炎 还是细菌性前列腺炎 我们看看 应该选哪一个答案合适 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 B选项 极性 细菌性 前列腺炎 如果是尿道炎 如果是尿道炎 一般来讲呢 它也不太容易出现 寒暖高热 尿道炎是个局部 所以正确答案呢 选D最合适 它最合适 为什么出现排尿困难呢 是由于呢 是由于前列腺炎以后 前列腫大 造成尿道炎 而尿道炎 更多是尿贫 尿急尿痛 也很少出现排尿困难 所以答案呢 是D 最合适一些 我们看第三题 急性吸引前列腺炎的治疗要点 哪个是错误的 这个指示点呢 前列腺炎的法院服务在讲 A 卧床休息 大量饮用清水 A呢 是正确的 饮水 能够起到冲刷作用 B选项 用止痛解禁退热药物 以缓解症状 这个B选项呢 也是正确的 C选项 爱摩前列腺 这个就错了 急性炎症 急性期 是不以爱摩前列腺 防止呢 一是疼痛加剧 第二呢 严重扩散 所以一般呢 不能爱摩前列腺 能爱摩的是什么情况 是慢性 第四题 选项呢 就正确了 输液 抗云药物 一呢 急性尿部流时 尺骨上 膀胱穿刺 记住 也不差尿管 如果出现了急性尿部流的时候呢 应该做 尺骨上膀胱穿刺 而不差尿管 因为尿管呢 大家想想看 因为刺激进行性 就是让这个题呢 这个1也是正确的 答案呢 错的是C选项 禁忌两个操纵 一个是爱摩 一个是插尿管 插尿管 第四题 年轻女性 突发尿贫尿急尿痛 有拍尿不进 患用低热 尿常规检查白血涡增多 少许红细胞 能进行什么样的检查 通过这个题材讲 大家首先想到呢 就是一个 什么情况 很可能是个膀胱炎 你看 有低热 有尿贫 尿急尿痛 主要的就是尿的 膀胱似义症症 所以说呢 最可能就是急性膀胱炎 A选项 行 ESWLC10 这个题错了 A选项呢 是结实的治疗方式 很明显这个题呢 不是结实 因此呢 A就 错了 A选项 康处治疗 观察配性变化 C 切除幻肾 D 行膀胱镜检查 E 吸筋培养 均落技术 加药命实验 这个题的C和D 你看就是错误了 C 切肾 那肯定是不对的 D呢 该患者目前 不能行膀胱镜检查 因为是肌症炎症期 是不能做膀胱镜的 膀胱镜检查 有两个进肌症 一个是肌症炎症 一个是 我们前面讲过的 膀胱蓝松 就膀胱呢 说小了 少于50毫升容量 是不易做膀胱镜检查的 这个数字要记住 膀胱容量 少于50毫升 不易做 不易做膀胱镜检查 第二点就是 出现 急性感染时 不易膀胱镜检查 这个题就是B和E了 问的是进一步的检查 B错了 B是治疗 这个题呢 其实B也不能犯错 但是呢 问的是进一步的检查是什么 检查 那当然呢 选择是E选项 这个题呢 实际上出的呢 比较坑人 来看是不是 B选项 是个坑人治疗 它不是个检查 因此只能选择是E选项 第二题 20岁女性 结婚三天 突发寒战高热 体温达 38动物 早餐39动物 全身挤 两侧腰痛 尿体 尿急 尿皮 急痛 好的诊断是什么 年龄女性 结婚三天 出现全身症状 和局部症状了 首先考虑 就是一个 是女 是女 这个题呢 其实出的一点不好 你看D和E D和E呢 女性就不可能得这个例 是不是 D和E就排除了 就上ABC了 ABC了 由于呢 出现寒战高热 所以说呢 不太可能是膀胱炎 和尿道炎 并且呢 双侧腰痛 不可能呢 是B和C 只能选A选项 急性顺义顺义 这个题的D和E呢 这个你要知道呢 马上就排除掉 因为它是一个 女性 不可能选D和E 由于呢 腰痛 还有呢 寒战高热 这些表现 不可能是膀胱炎 和尿道炎 只可能选A A选项 我们看一下 第六题 临床上 怀疑 磷球菌尿道炎时 行尿道分忧 图片境界 哪个就诊断价值 我们想想看 这个磷病 是一种什么疾病 磷病呢 是一种化能性的来源 磷病 磷病是性病之首 最常见性病 磷病的致病菌呢 磷球菌 是格兰染色 阴性的球菌 磷球菌呢 是格兰染色 阴性球菌 我们看这个题 A 图片中满视野脓细胞 满视野脓细胞 不能证明是 磷病 因为呢 图片是脓细胞的 疾病很多很多 比如说 狂光炎 磷病肾炎 也有可能呢 出现这种情况 因此 B是不对的 B 满视野格兰阳性菌 错了 磷球菌 是格兰染色的阴性球菌 不是阳性球菌 C 图片有白细胞 只能其实感染 B 图片有满视野红细胞 只能提示血尿 不能提示 磷球 答案呢 就是一选项 图片中 满视野的格兰 阴性双球菌 磷球菌 磷球菌 本来展示阴性的 不是阳性的 我们可以选择了 三代头包进入之类 所以这个题呢 答案选的是 一选项 一选项 我们看第七题 它是个供应器干体 供应器干体 女性三十岁 突发尿疾 尿疾尿痛 患有发冷 胃寒 查体 体温高 肾区有扣肌痛 尿常规 有白细胞 有红细胞 大家一看呢 该患者 既有与路的表现 还有全人的表现 还有肾区扣肌痛 一看呢 最可能就是一个 极性肾音肾炎 极性肾炎 答案呢 是一选项 A 只有局部表现 B选项 肿瘤呢 它是一个慢性起病 是个血尿为表现的疾病 C选项 慢性起病 C选项呢 虽然尿疾尿疾尿痛 但是呢 一旦来讲 它的特征是 病变在肾脏 症状的膳光 D选项 慢性肾炎 不支持 慢性肾炎 病症必须很长 并且呢 会出现 肾小管 不能损害 比如说低笔动尿 等情况出现 因此答案呢 选的是 异选项 第二位 该病之病菌 最可能是什么 常见的是哪一个 常见的 还第一名的 就是大肠杆菌 就是大肠埃锡菌 除此以外呢 还可能是金黄色 葡萄图菌 变形杆菌等等 最常见 答案呢 选的是D 再次强调 我们前面 蒋克英 讲到过了 如果说 这个女性呢 假设 是一个 下行性感染 也就是 血缘性感染的 最可能呢 是金黄色葡萄图菌 所以告诉大家呢 如果原来有 鸡和拥病似的 接拥病似的 现在呢 出现了 深一世言 问你呢 这病菌是什么食用菌 应该选金黄色葡萄图菌 血性感染的 下行性感染 大肠杆菌 是个上行性感染 往上走的 往上走叫顺杆子爬 大肠杆菌 往下走呢 金黄色葡萄图菌 第三位 针对或者治疗措施 不恰当的是哪一个 A 解热解精治疗 肯定可以 B呢 精卖输液 补充营养 C 酸化尿液 D 窩床休息 E 用广埔开热素 为了足够的时间 这个题选哪一个答案 这个题呢 正确答案 C选项 酸化尿液 是错误的 应该是减化尿液 一般情况下 减化尿液 有利于促进 代谢费用的排除 肾臓病呢 很少讲酸化尿液 一般都减化尿液 减化尿液 酸化尿液 这题呢 就错在 酸化尿液里面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正常尿液 费值呢 通常小于7 正常尿液 通常 就是小于7 比如说 正常尿液 费值呢 这个大约 6.0左右 所以说 正常尿液 本身就偏酸 因此呢 我们在临床上 大多强 都是简化尿液 促进 对不对的排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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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